第二个问题 他说我父亲现年78岁 也信佛但不明理 因为有病 多念几身大有好转 他说是佛帮助的 求生极乐的信心没有 还说没有德信 让佛来接引 主要是放不下孙子 我心里明白一大堆道理 就说不出来 师父你开示几句 他爱听你讲法 现代老人怎样修人 他看不惯小对老的态度 这是事实 一般老年人看到现在年轻人 的确是不太习惯 那么如果他真的喜欢听呢 我们这个地方 录像带跟微信地都很多 你可以常常提供给他 让他多听 多听道理 就明白了 如理如法的修学 决定成就